上回我们说到英诺来找陈帝 本来是质问关于冥玉的死 但陈帝却突然拿起剪刀要自杀 英诺阻止之中剪刀不慎划伤陈帝 又被正好盗来的太后撞见 英诺最终被打入冷宫 遭受小犬子和春暗的虐待 生命已经奄奄一息 但复衡却无法帮助 英诺下面又该怎么走下去 今天继续给大家带来 演习攻略第63-64集 大家好 这里是小心爱看剧 春暗向季后请罪 严明买通太医谋害英诺视为季后好 季后对袁春暗的作为一清二楚 他告诉春暗 英诺就算要死也不能死在自己手上 你倒是撇得很干净啊 打算借刀杀人 哎 可怜的魏姐 刘落被人欺负 英诺病重 皇帝虽然与他冷战 但还是关心着他 这就是你关心的结果 听闻英诺没有大爱便放下心 到底哪门子没有大爱 没有就可以送火葬场了好吗 李总管将皇帝送给英诺的名秦拿回来 皇帝见秦保存不当 让人拿去烧毁 你真的是一个很粗心的大猪蹄子啊 李总管觉得英诺不重视皇帝的秦 视出眉头 只好放弃帮助英诺 难道就没人去看看吗 陈碧来看英诺 见他重病在身 不禁得意异常 没想到你这个女人这么坏 严明自己是在报复恒的恩 陈碧看着英诺 不断怂恿英诺逃出皇宫跟复恒私奔 可赶紧把嘴巴给递上吧 接着他告诉英诺 自己将他逼入绝境 不过是想让他下定决心跟复恒私奔 英诺如今与皇帝闹翻 过得比宫女还差 陈碧以自由诱惑英诺 还表示自己会为他安排好一切 信谁的话都不能信你的话 陈碧告诉英诺 自己被送给皇帝 失去孩子 失去一切 你不是吧 你居然还有过孩子 陈碧让英诺离开以后就不要回来 英诺听后动容 可还是没有下定决心 千万别走 到时候被发现就完蛋了 另一边 陈碧也用这些话鼓动复恒 让复恒带着英诺离开 好家伙 到时候一起被处置吗 复恒不断想着陈碧的话 顿时陷入沉思 明日死后 海澜茶心灰意冷 整日戒酒消愁 想到明日就真的好可惜啊 皇帝担心他一蹶不振 便让其去战场建功立业 这是海澜茶一直以来的心愿 他自然高兴不已 叩谢皇帝的恩典 看来和复恒一样 是个打战狂啊 陈碧故意拿着英诺的耳环找复恒 表示英诺快死了 如果不想他有事 就赶紧带他离开 你这女人唯恐天下不乱吧 复恒没有说话 脑海里不断回想这件事 却忘记上奏折的事情 复恒呢 可千万倍做傻事 皇帝看出复恒有心事 让海澜茶私下帮自己办事 小拳子甲一听从春梦虐待英诺 却偷偷将一个手帕 放进英诺枕头下 其实为了自保 也能理解他的行为了 季后知道陈碧借刀杀人 两人都想弄死英诺 却都不想弄脏自己的手 就看他们俩谁先忍不住 真的好坏的两个人了 春梦感谢兰儿在季后面前 帮自己说话 兰儿趁机表明心意 还将自己绣的东西 送给原春梦 以白瞎了这姑娘 哪里英俊了 陈碧故意摔倒 引起皇帝的关心 看这样子我真的受不了 因此装作感动的样子 将英诺 要跟傅恒私奔的事情 告诉皇帝 真的很无语 怎么会有这种人 皇帝对英诺用情置身 听后愤怒地摔掉杯子 二话不说 就要去抓英诺 你也敢说出这种话来 有智商吗 陈碧利用方法 让英诺离开 其实这不过是陈碧的计划 从始至终 他都没有放过英诺 英诺还是太傻了 就这样被欺骗 于是皇帝让人严守宫门 以皇宫被盗的理由 拦下全部水车 陈碧装作贤惠的样子 让皇帝放过英诺 还说起复衡 将两人包装成苦命鸳鸯 你可快点闭嘴吧 这让皇帝更加气愤 之后他检查水车 没想到车里不是英诺 反而是小犬子 这是什么情况 我蒙圈了 皇帝不解 小犬子表示 英诺知道有人陷害自己 所以让自己躲在在水车里 引出陷害之人 好家伙 原来英诺身体不行 头脑依旧在线了 陈碧见此不肯罢休 严宁 傅恒一定在宫外 让皇帝出去抓人 能证明自己说的没错 你还是等着被收拾吧 没想到傅恒也没有在 他表示陈碧教唆自己 带英诺私奔 苦于没有重拒 才答应将计就计 陈碧面对英诺跟傅恒的指正 将一切都推得干干净净 也就你能推得这么干干净净了 陈碧声称 傅恒是自己的恩人 自己绝对不会恩将仇报 谁知道你会不会呢 傅恒非常不理解 他说的话 皇帝见状拿出奏折 原来他早就让海澜查 去调查陈碧的身世 原来他小时候走失 等到他父亲找到他时 早就嫁人生子 原来是已婚妇女呀 陈碧父亲不甘浪费这颗棋子 要将女儿送入皇宫 入宫之前陈碧想要自杀 是傅恒将他拦下来 所以陈碧痛恨傅恒救下自己 好家伙 原来是这么格式 所以下定决心要报复他 我头一次听见这么烂的理由 而英诺是傅恒的心上人 又是皇帝的宠妃 所以陈碧才陷害他 现在话都说开 陈碧也不怕什么 他恨恨地告诉英诺 自己只是不解他 为什么这么好运 那必须比你幸运 对几人的恨意 在众人不备的时候 突然拔下簪子行刺皇帝 这场面那叫一个刺激啊 我竟然有点解气 想要跟皇帝同归于尽 没想到傅恒替皇帝挡下致命一击 不是吧 傅恒可别呀 陈碧大声斥责该死的是 他们最终被皇帝拘禁起来 真的是一个疯女人 也算是被逼无奈 皇帝处理完陈碧的时候 他与英诺终于确定彼此的心意 哎 可惜傅恒了 两人甜蜜相拥 原来英诺早就看出来 皇帝赏赐臣帝的都是首饰 就是为让他带上引自己嫉妒 猜想皇帝查看水车的时候 肯定紧张的手都在发抖 这些都被你猜到了 还挺聪明啊魏姐 英诺一想到这点大笑起来 知道皇帝怀疑臣帝有问题 却不声张 就是想看看英诺会不会私奔 皇帝听后尴尬不已 被英诺反驳的无话可说 只好牢牢地抱住他 哎 我以为你真的是故意那样对魏姐 画面一转 太后召见英诺问起臣帝 这坦言和安公主转生的是情子虚无有 自己当初那么做 纯粹是帮助臣帝保密 你这下怕是要惹怒这个老太太了 太后听后勃然大怒 当即就要求皇帝处置英诺 但就在千军一发之际 叶天使突然出现表示 英诺已经有三个月身孕 怀孕了终于 英诺终于怀孕了 我得哭一会 安皇帝得知英诺怀孕更加激动 英诺看着皇帝高兴的样子 表示希望自己生的是皇子 因为公主将来也要受生子之苦 还没生孩子 已经开始母爱泛滥了 英诺温柔地告诉皇帝 自己为他可是豁出命 要去鬼门关前走一趟 看来母亲难缠死去的事情 一直是英诺心里的一根刺 哎 没想到魏姐正经起来那么正经 接着英诺向皇帝告状 表示自己在冷宫时受人虐待 让皇帝帮自己做主 某位大哥当初怎么对英诺的 皇帝得知英诺在冷宫的经历 当即让李总管彻查这件事 某位春浪你就等着吧 这时李总管来到季后这边 当着他的面抓走袁春浪 太解气了 简直解气三连了 其实也是警告季后 真儿见此向季后求情 但季后明白皇帝意思 只好冷漠地表示 这些都是袁春浪的命 你看看你投奔了个什么主子 陈碧被囚禁冷宫很是凄凉 英诺来看望陈碧 这是角色调换事吧 故意说出陈碧娘家被抄斩之势 陈碧文言露出笑容 英诺看出陈碧对自己娘家落魄 毫不在意 恍然大悟 这才明白其实陈碧这样做 就是想拖累娘家达成报复 但是换作谁被这么对待 都会很不满吧 接着陈碧猜测 就算没有自己设计 英诺也有另外的筹码 那必须 不然我们魏杰怎么混下去 英诺听后坦言自己怀孕 让陈碧恍然大悟 英诺让陈碧装疯 这样他才能活下去 英诺对陈碧租后还是好的呀 就在他走后 陈碧就这样疯癫地跳起舞 你倒是学挺快呀 说来就来 而春朗因为虐待英诺被从众处置 英诺念极往日情分 让人对春朗网开一面 留下他的命 干嘛要留下性命 这人死不足惜 同时让小泉子告诉原春朗 他对自己的恩情已经还完 从起各不亏欠 赶紧绝交吧 春朗深爱英诺 听到这番话更加愤怒 受罚后 在季后宫前常跪不起 希望季后能接纳自己 你居然还要投奔这个人 没人要你了吧 真儿不断劝说季后 季后知道他的心思 表示真儿爱了个心思最重的人 这人简直就是南板绿茶 但还是决定看在真儿的面上 帮助春朗 季后让春朗在沿洗宫前常跪 换取英诺的原谅 只有这样他才能插手 你可拉倒吧 还让英诺原谅你 英诺让人拿吃剩的食物 找皇帝换了塑造肉 让季后知道自己这个宠妃 当得多舒服 把尔赛大行现场了 季后决定放下身段跟英诺求和 但英诺坦言自己没有野心 也不想当受拘禁的皇后 好家伙 你真的不想当皇后了 只有一个要求 就是季后不能伤害皇子 他等会还天要伤害 季后诧异英诺 居然不为自己孩子打算 英诺却觉得皇帝英宁自由主张 季后很满意英诺的态度 两人势均力敌 谁也斗不过谁 只有求和才是最好的结局 这样也行 别动未解 否则无解 当即答应英诺的要求 季后出门后告诉春望 紫禁城要有很长一段时间太平了 原春望见季后 居然与英诺打合 失去挑拨的机会 不禁绝望的摊在地上 你这么喜欢道腾你去打战了 转眼间十年过去 这一天各位阿哥都在准备木兰狩猎 十年过得是真的快啊 海澜茶都出去十年了吧 其中五阿哥才能出众 却仍然不忘练习 让四阿哥极度不已 季后管理六宫多年 日夜操心竟长出白发 你不害人就行了 真儿看到白发下意识地将她藏起来 季后却毫不在意 她说起英诺这些年 只顾自己玩乐 将格格跟阿哥送给太后跟庆贵人 这叫做放养吧 所以她很羡慕英诺的潇洒 你也可以这么潇洒 别当皇后了 可自己在这个位子上 却不能享福 十二阿哥勤学苦练 竟然将自己的手都练受伤 让季后心疼不已 可天分比起五阿哥还是差远 所以天赋还是占很多的 英诺生下孩子以后 后宫也安宁许久 季后没有再整出妖风 但难道真的可以一直这么安宁下去吗 好了 这些精彩内容 我们下期再来分说 记得点赞转发关注哦